鄭文燦修會起訴求刑12年 陶檢痛斥 全民的利益淪為私人金戶 請先看以下報道 很辛苦了 辛苦了 換上藍色西裝外套 戴上口罩 鄭文燦整個人銷售了一大圈 被羈押了48天 凑齊2800萬元交保金後 終於重獲自由 前我們拉著裝滿錢的 黑色行李箱到場 但因為錢不夠又回去籌 凌晨3點多才將錢凑齊 大哥鄭文斌也將錢 帶往桃園發警示 由於金額庞大 一個半小時後才清點完畢 清晨5點多 鄭文燦終於走出地院 在律師陪同下離去 台原地院表示 經合意停訊問候 鄭文燦否認收受賄賂 但經其他嫌疑人 陈述監聽一文及各項激政 足以認定鄭文燦犯罪嫌疑重大 不過台原地院也認為 鄭文燦與另外4名嫌疑人 都已經羈押一段時間了 重要證人也在偵查中拒絕證述 案情已經在檢方偵查完備後 提起公訴 清除指出鄭文燦等人 涉犯罪嫌範圍 且提出相當證據足以佐證 後續審判期間 就算共犯或證人證詞有翻譯 但已經有證據可以佐證 綜合考量下 任命2800萬聚保 並予以限制住居 及限制出禁出海8個月 有信有信有信 另外同案被告4人 前台塑集團副總經理 侯水文以205萬交保 前台塑集團顧問廖俊松 110萬元交保 大兒子廖嘉欣60萬元 小兒子廖立婷則是25萬元交保 4人也一併限制住居出禁及出海 記得林朱強桃園採訪報道